1948年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战略要地洛阳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 3月 洛阳战役打响 在战斗一开始 国民党就自诩落成固若金汤 面对敌人的铜墙铁地 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一营 作为主攻部队在洛阳战役中一战成名 获得了洛阳营的光荣称号 那么一营在攻打洛阳的战役中 有哪些突出表现 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内 陈列着一面锦旗上书洛阳营几个大字 墙上的一张珍贵老照片记录下的这光荣的时刻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 为表彰该军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一营 在洛阳战役中的突出战绩 授予一营洛阳营的光荣称号 1948年3月洛阳战役打响 在战斗一开始 国民党就自诩洛城固若金汤 首敌为蒋介石亲手培养的青年军第二零六师 凭借洛阳一守南攻的地势 早就在洛阳城内外构筑了永久性攻势和完备的防卫体系 当时敌人在中原战场上有四个兵团 一个增援西安无力东雇 一个南下后刚缩回郑州 一个在洛阳距离洛阳还有几天的行程 一个远在鲁西南 所以洛阳处在一个非常孤立的状态 我军一旦攻占洛阳 将打通厄狱陕新解放区和黄河北老解放区的联系 并截断作为敌人动脉的龙海 所以我军根据上级指示抓住时机 无论如何都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不过洛阳城防确实一守南攻 尤其东门是全城内重点 此次负责突破洛阳东门的 正是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伊营 面对这难啃的骨头 伊营为何能被选为主攻部队 他们能否完成作战任务呢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 伊营先后涌现出了团结模范连 爆破模范牌 陈金河班等英雄集体 部队早已形成了敢打敢拼 能攻善守 英勇顽强的优良传统 其中英雄陈金河的事迹最为感人 深深映入了每个伊营战士的心中 那是在1945年11月的金浦路 徐济段战役百山战斗中 陈金河所在的山东军区 第八师第二十三团伊营 作为主攻部队 向百山上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当年敌人也是占据了有力地势 凭借一处异常坚固的碉堡 又处于战略制高点 成为伊营战士一块难啃的骨头 久攻不下 眼看敌人的增援部队即将赶到 如果立刻炸毁这个碉堡 到那时解放军将会在敌军的夹击下 面临险境 而此刻战士们打了一夜 只剩下最后一颗快手雷 作为炸毁碉堡的武器 这种快手雷在拉下拉绳后会立即引爆 具有极大威力 而黑暗中要想快速接好拉绳有十分困难 就在这时 二连机枪班班长陈金河主动请战去炸碉堡 说着便将帽子交给连长 毅然出击 而交帽子在当时部队中是绝别的表示 在陈金河出击后不到一分钟 碉堡就被炸毁 之后部队在打扫战场时 连陈金河的遗骸都没有找到 原来陈金河用手拉向快手雷后 与碉堡中的敌人同归于尽 当场壮烈牺牲 如今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内 陈列的这把机枪 就是当时部队在碉堡里缴获的 为了纪念陈金河 部队便把这艇机枪命名为陈金河机枪 陈义司令员在听到陈金河的事迹后 感动万分 他高度称赞陈金河是 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 而陈金河的精神 也从此深深印在每个伊营战士的心中 此次洛阳战役 伊营的战士们 又是如何发扬陈金河精神的呢 在接受突破洛阳东门的艰巨任务中 伊营的战士们各个誓死如归 志在必胜 1948年3月11日工程开始 伊营在强大炮火掩护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连续突破18道攻势障碍 炸开两道城门 率先攻入城内 伊营战士的勇猛让敌人始料不及 不过敌人也不甘心就这么失败 迅速组织力量多次反复 应用重炮猛轰洛阳城东门解放军的突破口 企图把率先打进城的伊营包围起来吞掉 阻拦解放军后续部队前进 两军就像在进行一场生死的拉锯战 在一分一秒的坚持中 等待各自的后援部队 而就在此时 伊营指挥所的电话线被敌人炮火打断了 无法与城外及时沟通 解放军后续部队能否及时赶来 与上级失去了联系的伊营 该何去何从 千军一发之际 营长张铭坚持带伤指挥战斗 一面指示紧急联系团指挥所 一面命令全体干部战士坚守阵地 死也要为后续部队守住突破口 全营上下同仇敌忌 蛮强抗击 七班战士刘子明不幸被子弹击中 仍坚持作战 后来他的一只胳膊又被打坏了 就用另一只手坚持射击 枪里的子弹打完了 就用双腿夹住枪托换上弹夹再打 坚决不下火线 就这样伊营全体战士誓死拼杀 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巩固住突破口 最终为后续部队开辟了进攻道路 而伊营也因对整个战役胜利起到的重大作用 被授予洛阳营的荣语称号 并荣获上级颁发的奖旗和嘉奖令 如果说洛阳营的称号 是对伊营战士能功善战的表彰 那么营长张明战后写的一则新闻稿 则让我们看到了伊营战士的优良品质 和严明的纪律性 这则新闻稿也让洛阳营的名声 迅速传遍全军甚至传遍全国 这是终利强立对人的叙转 是这一只则新闻的 因为自公尊重大作用 所以是要索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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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amy然是邦洛营的疗生 周园二百分之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灯光下看去还不到十二点钟 巩固突破口的任务完成了 三连被命令停留在这楼上休息 只有那一支滴滴答答的表 吸引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 同志纷纷议论说 纪律是自觉的 楼上的东西少了 咱连要负责 原来桌上的表 讲了伊营在攻克洛阳东门之后 三连在搜索残敌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幢小楼里的桌子上 摆放着一支崭新的瑞士造 钢壳怀表 不过全年的战士们 都严格遵守军队纪律 谁也没有动纳之表 如今这支怀表 就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内 原来战役结束后 怀表主人回到家中 发现人民军队秋毫无赞 又听到街坊邻里 都夸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于是把那块表精心保存起来 留作纪念 之后怀表主人把表捐献给了军事博物馆 一块小小的怀表 在今天看来可能算不了什么 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意义非同寻常 正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传统 方能得民心顺民意 才能攻克洛阳城 继而解放全中国 一部洛阳营的英雄史 就是人民解放军光荣史的一个缩影 他们的英雄事迹 向我们展现了一支 有信仰能打仗 守纪律的闻名之师 胜利之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